豆豆姐 你厂后恢复的不错呀 身材跟生孩子前一样好 我要生完跟你一样就好了 这身材还好呀 你本是不知道他怀孕的时候有多胖 一百七十斤 那脸都快赶上猪头了 就这凳子 他一屁股下去 你们才怎么着 凳子直接裂开了 淘淘哥哥真爱开玩笑 吃菜吃菜 豆豆姐手艺真不错 那可不是嘛 天天在咱咱闲着 一分钱也不挣 要是饭还做不好 要他有啥用啊 你以后能不能别在你同事面前打压我呀 多尴尬呀 你真是不理心 都是自己人 开个玩笑而已 那既然你说我一分钱不挣 现在不牛也断奶了 让妈先看着 明天我去面试 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找什么工作呀 一个月都挣几个钱 老是在家带孩子吧 你在家这么久都跟社会脱节了 就算去面试也通过不了 那我总得先试试吧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你看你还不听劝 这是狗咬吕东斌 我先说好 你要是不在家带娃 我一分钱生活费都不给你 你不是有本事 自己挣啊 自己挣就自己挣 就自己挣 那也比你强 不像你 脑门秃得蚊子站上里都打滑 肚子比六个月的孕妇还大 也没装别的 就装了一肚子坏水 二 二 一 哇 嫂子 今天怎么准备这么丰盛啊 你这第一次带弟妹来家里 我能够好好招待吗 我弟就说了一句客道话 你还真喘上了 整盆火锅切几个配菜就要好好招待了 我看你就是想偷懒不想炒菜 再说这火锅味多大呀 吃完这身上这屋子里到处都是火锅味 你可记得好好洗衣服啊 哥 你误会嫂子了 家庭是重庆人 吃不惯咱那儿菜 就爱吃火锅 哎呀 这有的人啊 自己不动手 就爱说别人偷懒 四肢都躺退化了 就是张嘴最厉害 我打算年底备孕要二胎呢 好让咱妈抱孙子 到时候俩孩子 他就是有三头六臂 他也忙不过来 不就做点小生意 说的这么轻巧 你在公司摸牌滚打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没我做点小生意症的多呢 还有啊 谁告诉你我要生二胎的 我早就说过 只要拨妞一个 女人娶剑门不就是为了传中间的 生不出儿子你还有理了 为啥非要生男孩啊 你家是有皇位要传啊 还是你有万贯家财 死了要留给他呀 赶紧把你头上的裹脚布给拆了吧 都什么年代了还重男轻女 你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你们先吃啊 我去买点饮料 哥 我就不明白了 这嫂子能挣钱不是好事吗 为什么老打一大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女人就像马 太野了 你能驯服得了吗 逗逗上大学的时候 事业心就强 这种女人结了婚很难管的 在外面遇见了更优秀的人 把你甩了 你说你怎么办 所以她怀孕之后我好说再说 才让她答应全职在前 你看 现在一挣钱 心又野了不是 我再不敲打敲打 她还不翻个天 再说 我的工资又不是养过她母女 就你那点工资 你能养得起谁呀 博妞 你那钱也就够买奶粉尿不湿的吧 养我 结婚这么久了 你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吗 就你给的那点生活费 菜我都只敢挑打折的买 你有病吧 杨豆豆 你当着弟弟弟妹的面 说这个干嘛 怎么了 都是自己人 开个玩笑嘛 你别玻璃心呀 我说你怎么动不动就打压我呢 原来是你自卑 怕我比你优秀啊 不过我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现在我的收入可是你的两倍 所以你别整天想着怎么打压我了 我不吃这套 有这个功夫 还是多提升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吧 别一天天就会跟在领导屁股后面拍马屁 再拍三十年 你也还是没出息 谢谢